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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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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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说什么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 差不多应该要走了 他们都知道吗 怎么私有的人都像没事似的 临时开没周 末时愁没犯 清泉小乡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 别这样傻孩子 悠然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地照顾他 可是 可是我不是一个好老婆 怎么会呢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跟您说过 娘 我曾经伤害过悠然 而且伤得很深 在悠然的心里面 一直都有一根刺 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要怎么做才好 哪个女人一出生 就会当人家的老婆 只要不论遇到任何困难 你都要相信他 支持他 永远都站在他身边 这样就行了 就像你支持公公放清酿酒 去学耕填吗 你要真心爱他的话 就一定能够做到 可是 我不知道做不做得到 你知不知道 那个就是新泉了 泉水干了之后 大家都去耕填 本来打算 连酒厂都要拆掉来种田的 可是阿金说不行 新泉迟早有一天 会再有泉水出来 那些乡里 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说会干的是他 说会再有泉水的也是他 阿金却说 耕填 让我们不愁吃穿 新泉 会让我们有梦想 所以说永远不能放弃 就像你跟悠然共同的梦想 是不能放弃的 娘 那你有没有做过 让公公非常生气的事 怎么会没有 那一次啊 他气到七天七夜 都没跟我说半句话 不过后来 他还是低声下气 来跟我道歉 为什么 以后 让悠然告诉你吧 可是 我喜欢听娘说故事给我听 我要说的都说完了 我要说的都说完了 可以休息 去见老头子了 娘 别玩了 真好玩 来 好 好了好了 大家进池塘吧 好好好 别悠然的 你娘怎么没来啊 哎 嫂子咱们来了 嫂子 我娘呢 哦 婆婆她有点累 我让她先回去休息 好了 都到齐了 进池塘吧 好 等一下 呃 悠然她不是姓沈的 她能不能进去啊 狗仔说什么呀 要是没有悠然的话 我们的祖先今天哪来那么多烧肉好吃啊 现在还在吃番薯呢 没大没小的 狗仔说的对呀 按照习俗 她真的不可以进去 悠然她现在姓 管十三哪 你说什么呀 年轻人可以说她不懂事 你都几十岁了还乱说话 实在是说得对呀 这要是违反规矩的 什么违反规矩啊 我哥 说好是兴犬小乡 永远的乡长吧 就是啊 哦 因为姑爷已经入赘孙家 她不再姓沈 所以不能进去 大家别吵 大家别吵 这里的备范我最高 我说悠然能进去 就是能进去 悠然进去 你来啊 进去 四叔公 审视家族祖先定下的规矩 任何人都不能够破例 悠然哪 你回来了 也不拜拜你的祖先 你祖先会高兴才怪的 你要我做个 背信忘义的人吗 当年自愿放弃审信 入赘孙家 如果我违背誓言 这会让祖先蒙羞 我爹他更不会谅解 今天我在祠堂外面祭拜 我相信我爹他会明白我的心 既然他不想破例 就别强迫他了 你 我知道 我不是心全小巷的人是吗 我还是个女人 不过看你们吵得面红耳赤的 就让我这个局外人插嘴说两句话吧 其实你们干嘛那么执着呢 只要他有那份心 在外面拜跟在里面拜 有什么分别呢 能够一次 сторон Have a day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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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天亮了 起床了 我们去爬山嘛 奶奶 天亮了 起床了 我们去爬山嘛 奶奶 奶奶起来嘛 奶奶 天亮了 我们去爬山 奶奶 田中 爹 奶奶怎么叫都不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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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回来了 姐姐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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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宁真的是很能干 他最近还要帮我们 盛丰行开拓南洋的市场呢 好 英姑 你怎么了 二奶奶 庄宁这个人信不过的 为什么 他不是一直在帮你办事吗 是我所托非人 二奶奶 我看错庄宁了 二奶奶 我对不起您 发生什么事 阮曼清没有死 小姐还要把他带来我们孙家 什么事啊 二奶奶叫我在这儿等你 有一封信要给你 要你马上看看 他不是 Jewel 阮央姑娘 你先下来吧 二奶奶吩咐我 先送你回齐山村 以后再到孙家 你们想的还挺周到的 连我什么时候回家都安排好了 老师 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去看我爸爸 我很快就会回来 要乖哦 那我先回去了 来 上车吧 回来了 回来了 小姐过夜回来了 二奶奶 小姐过夜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小天柱啊 小天柱啊 你回来就好了 你不在啊 家里太近了 看着大博姑娘旅行散心 真的该怎么过日子 听住啊 先让奶奶看看 是胖了还是胜了 看起来好累 一定是坐车坐得太久了 好 奶奶 好乖 好乖 奶奶抱抱了 娘 大伯 大伯 妞然 你没事吧 大家听到矿坑塌的时候 都好担心你啊 我没事 奉兄化吉 只是害你们担心了 真是故意不去 没事就好 真是谢谢菩萨保佑啊 秀东啊 你长大了 都当人家的娘了 别那么任性 说走就走 秀东汉悠然夫妻情深 现在大家都平安回来了 这一切不是很好吗 秀东啊 我叫杜鹃炖了燕窝 待会儿叫人给你送去啊 真可怜啊 累成这样 快回房啊 这下就休息了啊 去睡吧 这下就休息了啊 去睡吧 这下就休息了啊 去睡吧 去睡吧 娘 我帮天柱请了一位老师 就是齐山村的那位 这些事以后再说吧 娘 娘 娘 坐啊 天柱还没睡醒啊 她睡得好熟啊 小孩子都是这样 长途跋涉 没有生病就很好了 亲家太太的丧事办妥了没有 需不需要帮忙啊 都已经办妥了 谢谢娘的关心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你要节哀顺变啊 谢谢娘 你们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 我想跟娘谈一谈矿场的事 好啊 亮人已经全都告诉我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这次我们煤矿能够如其交货 就可以证明 矿场有它的远景跟潜力 我认为应该要继续经营 要不是那次正好有人要转让 制衡又从中帮忙 我们根本不想碰煤矿场 做生意要选在行的 矿场风险大回报少 我们关闭它很合理 可是对那些矿工来说 采矿是他们唯一的生计 肯做的话 哪一行都能赚到钱 大部分的矿工 都是在矿场待了大半辈子 现在转行 对他们确实是有困难 孙家不是善堂 我的决定不会改变的 娘 我觉得悠然说得有道理 你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吗 虽然做生意要选在行的 可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做生意了 这句话是谁教你说的 没有人教我 我就是觉得悠然说得有道理 还有我答应过他们 矿场会继续经营下去 阮老师才肯来我们家教天助啊 哦 原来是这样 矿场的事情可以慢慢谈 不过我想告诉你们 我从赵庆已经请到一位 很出名的范明镜范老师 来教天助 牡丹去书斋请范老师出来 是啊奶奶 娘 因公没有跟你说过吗 我在矿场已经请了阮老师了 启蒙老师是很重要的 要是选错了 会害了天助一辈子 哎 你们不要意气用事 我没有意气用事 这次去矿场 我看见很多事情 也想过很多事情 我对外面的世界 有了相当的了解 我知道天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二奶奶 范老师来了 范某见过孙二奶奶 这两位一定是孙小姐和孙姑爷吧 有礼有礼 范老师是秦朝举人的后人 她有几十年的教书经验 如果由她来教导天助 我真的很放心 二奶奶过奖 谢谢娘为天助多请了一位老师 我想天助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没说过要请阮曼青 那个女人只不过在乡下私塾教过几天书 她有什么资格来我们孙家 更没资格教天助 我是天助的娘 难道我连帮她请老师的资格都没有吗 我也是你的娘 你要听我的话 我也是你的男人 那么久都跑哪儿去了 别以为自己学东西很快 就老是不能够安定下来 又跑哪儿去玩了 走路要小心点 你也知道你自己迷迷糊糊 很容易摔跤的 爸 满 满清 爸 满清 爸 满清 古书 谢谢你 麻烦你了 哪儿的话 阮老师 小园哪 是不是很不听话呢 他有没有用功读书啊 他呀聪明得不得了又很机灵 不过贪玩了点 常到外头去玩 跟满清小时候一模一样 小园 你怎么了 有没有伤着啊 你真是顽皮 快坐下来 你是不是爬上去摔下来的 不摔长不大 有哪个孩子没有贪玩摔伤过啊 重要的是自己摔倒 会自己爬起来好不好 我不是贪玩 来 你手上是什么呀 还好没摔了 它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我是很想把它放回去 否则小鸟妈妈回来 看见少了一个蛋 一定会很伤心的 都是她的儿女吗 我来帮你好了 是不是很痛啊 嗯 要是真的很痛的话 叫出声音来也没关系啊 不用那么辛苦憋着 但是叫爷爷会担心的 叫和不叫都一样痛 不叫算了 阿姨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不会痛 也不会想叫 顾叔 没什么好菜招待你 已经很好了 谢谢啊 谢谢啊 你走了之后啊 我就把位子让给小元了 小元 把位子让给阿姨啊 对不起 做习惯了就别换了 没关系阿姨 还是你做吧 来来来来吃饭了啊 吃饭啊 吃饭啊 好好好 一定是你教的哦 满清啊 怎么样 爸爸的手艺有没有退步啊 嗯 还是很好 你烧菜一直都这么好吃啊 我啊 最喜欢吃这个炒蛋了 到哪里都吃不到 小元也最喜欢吃我炒的这个炒蛋了 老实说啊 小元的习惯啊 就好像是满清小时候啊 是吗 阮姑娘小时候也是这样啊 我才没她那么乖呢 我小时候啊 演得不得了 爬高爬低满山跑 凶巴巴的又野蛮 很多男孩子都打不过我 哇 原来阿姨也那么凶啊 哼 你要说你不像我是吗 哎 你们的那位孙少爷呢 野蛮起来还真有点像我 不过我当然比他懂事多了 哎 我就是说嘛 小元像你小时候那么懂事 我又没说他像你小时候那么野蛮呢 看你那个样子 那还好有他陪着你 看着他就等于看见了我啊 还好那时候古书 把他的侄孙女带来让我教 侄孙女 哦 是是是 其实是我侄子的女儿 他们真可怜 父亲俩很早就走了 我看小元他 孤苦伶仃的 就把他带来阮老师这里 让阮老师帮我照顾他 教他读书 哎 过阵子我就带他去想成读书 像你们汉涛一样 哎 哎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汉涛现在书读得很好 还尝尝鲜幸福来呢 哎哎 别说这些了 吃饭吃饭 哎 菜都快凉了 号 哈哈哈 不是啊 镇老师 哎 什么事啊 你们汉涛去省城念书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 哎 不如 就叫阮姑娘留下来 帮你的忙吧 我们孙家要请老师 随时都请得到 我也想让他留下来 不过 这里真的没什么学生了 如果能够把你们家 小少爷教好 这也算是件好事啊 阮老师 你的年纪也 我 我只是怕你太辛苦了 怎么会辛苦呢 我还没老到 连几个本笔字都写不出来 是不是啊 我又怕阮姑娘 不会习惯孙家的生活 她没去过 当然不习惯了 不过我女儿 在外面那么多年 我相信她一定能适应的 我还是别给她什么意见 让她自己决定好了 软姑娘 喝茶 谢谢 跟我爸在谈什么啊 是不是要他劝我 不要去孙家 不是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我是随便猜的 其实 我也曾经想过 回来帮我爸 接手骑山小学 让他不要那么辛苦 这样才对啊 如然老师的年纪也不小了 满青啊 这里全都是汉桃写回来的信 他现在书念得很好啊 他还常常念念不忘 你去清华读书的心愿 结果却没有念成 反而是他考进去了 他觉得很内疚啊 干嘛内疚啊 要是他不努力读书 毕不了业 那才会内疚一辈子呢 你说得对 今晚我有得看了 谢谢你爸 别这么说 其实你们姐弟俩都很会念书 不过在我心目中 你的天分比汉桃好一点 可惜就为了你妈的事情 所以你才 爸爸 你怎么又来了 都是我和你妈连累了你啊 你上次不是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提这些事的吗 我真的没有怨恨过任何人 而且 我现在已经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你对儿女有消息了吗 好了不打扰你休息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先坐下来 天气一变就这样 这是老毛病了 要不要拿药帮你擦一下 不用了没问题啊 你爸这副老骨头还很硬朗 你不用担心了 不如我留在家里陪你吧 不用 我告诉你好了 我以前也跟你一样 想要去哪儿就跑到哪儿去 所以说儿女长大了 似乎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你想要飞去哪儿就飞去哪儿好了 如果你觉得累了 再回来吧 这次我们运活到南阳相当的顺利 孙家所赚的钱 全部很清楚地写在账簿上 请二奶奶过目 数目分明是好事 帮二奶奶做事谁敢不老实啊 但是有件事你对我不老实 二奶奶 进来吧 英姑 从湖南回来了 二奶奶喝杯林子茶 这杯是你的 谢谢你 英姑 我的运气好 正好赶上铁轨被冲断前的火车回来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我要说的 我想英姑已经跟二奶奶说得很清楚了 为什么那个女人还没死 不管是意外或者是天意 你来到我们孙家那么久 从来就没提过那个女人会跟秀东一起回来 我想二奶奶应该听过一个和尚被女人过河的故事 所有的事我都放下了 为什么你们还要捡起来呢 对于我来说 在这个时候 没有比跟二奶奶合作做生意更重要的事 没用的人 身边多放几个也无所谓 我信不过的人 我绝对不允许他在我面前出现 我了解二奶奶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我庄宁向天发誓 如果我泄露半句天柱的身世 就惩罚我 家破人亡 如果没别的事 我先出去做事了 是陪了二奶奶 安安安安 安安安 安安安 安安安安 张先生 这里不能随便进来的 我只是想要拜访大爷 我不是任何人都肯见他 不过张先生是我们孙家的大恩人 当然我要另眼相看了 这是大爷给面子 我听说清兴斋的陈舍既古雅又气派 所以才忍不住想进来见识一下 那你感觉如何 文明不如见面 果然别有洞天 对了 大奶奶怎么样 大奶奶 真不好意思 大爷的前妻已经死了那么多年 我还以为你续闲了呢 我不会续闲的 如果大奶奶听到你对她这么深情 在酒群之下一定很安慰 鬼才会对她深情呢 我是怕那些女人只会惹麻烦呢 是啊 女人真的很麻烦 尤其是可爱的女人 更是麻烦 那么庄先生有没有遇到可爱的女人呢 可爱的女人不是已经全部死光了吗 只剩下麻烦 久久不散 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再娶了吧 救命啊 天柱 怎麼啦 天柱 怎麼啦 他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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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大膽 居然敢打我們天柱啊 娘 打孩子的算好老師嗎 你 你 不要跑 你呀 你真是 你玩烈不堪 爐子不可教也 天柱 這就是你的不對 天柱 告訴娘 為什麼要燒老師的鬍子 我說過對不起才燒他的 你 你 奶奶 我不喜歡他 他又不會變魔術 好了好了 乖乖 不用怕啊 對不起啊 范老師 我再慢慢教他 你先休息一會兒吧 天柱 你怎麼能燒老師的鬍子呢 小孩子都是這樣貪玩啊 這次算了啊 天柱 記住啊 玩一兩次就好了 下次不可以知道吧 我知道了 我要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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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軟老師 哪個軟老師 是我們在礦場認識的 天柱非常喜歡他 也肯聽他的話 本來我是想請他來教天柱 可是娘不肯 娘 你是不是還在為八年前的事生氣啊 八年前 八年前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什麼事了 八年前他帶著齊山村的村民來評理 因為我們拆了他們的房子 葬了我哥哥 這種人挑撥是非 唯恐天下不亂 他怎麼能教得好天柱 天柱根本就不喜歡范老師 他又怎麼可能教得好天柱呢 再過兩三個月 他跟范老師熟了 自然會喜歡他的 天柱 天柱 快讓娘看看 小手還疼不疼啊 這個范老師真討厭 連娘都想把她的鬍子燒了 我不要范老師 我要軟老師 范老師是娘請來的 應該是個不錯的老師 或許他會把天柱教好吧 可是天柱根本就不喜歡他 天柱不能接受范老師 那真是叫人頭痛 天柱啊 你想不想把范老師趕走 想啊 那你要乖乖聽娘的話哦 知道 阮老師說 如果我乖的話 法力就會變大 法力變大了 是不是就能變走范老師 對 好啊 天柱現在要乖乖地上床睡覺 然後說自己病了 不舒服 娘啊 就叫游喜 把奶奶請過來 讓奶奶來看你好不好 怎麼可以教天柱撒謊呢 阮老師說 小孩子不能說謊的 好了好了 聽著睡覺吧 躺下 小孩子不能撒謊 大人可以啊 好難過呀 老爺 老爺你怎麼了 你 你怎麼了 今天怎麼了 好好的 怎麼會忽然生病了啊 我要病啊 就會生病了嘛 海棠快去請大夫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看我 我看我不行了 你 你別這麼說嘛 你哪裡不舒服 你說啊 我 我 我蹲下 站起來 頭就暈 多走兩步 腿就發軟 我看 我是大難將至 我 我大概要去見 老爺 你 你不要 不要說這些 你別嚇死我 你別扔下我 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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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少爷发钢伤 你烧得好厉害啊 小天柱也在装病啊 这个秀动在搞什么鬼啊 等等我 等等我 你还想耍什么花样啊 你摸摸他的头就知道了啊娘 他的额头真的好烫 快去请大夫 已经派人去请了 昨天天柱还好好的 今天怎么会忽然烧得这么厉害啊 小孩子嘛 不开心就会生病了 为什么 小天柱应该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了才对啊 天柱真的很想念阮老师 既然小天柱那么喜欢这个阮老师 就请他来教嘛 只是多几个人而已 孙家又不是起不起 小小 谢谢大伯 谢谢爹 谢谢娘 小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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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钱来过这里 八年 你嫌的事别再提了 我们进去吧 二奶奶 阮姑娘来了 所以二奶奶 阮姑娘 年纪轻轻 就为人师表 后生可畏啊 我们这位范老师呢 是前情举人的后人 教学经验非常的丰富 不知道这位阮老师 是哪家大学毕业的呢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念过大学 父亲阮怀文 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没读过大学 那么请问师承于哪一位啊 我也没有师承哪一位 我是自学的 那么请问 你怎么能当老师呢 阮姑娘 是啊 是的 你怎么问是不是